那同样在这里 跟各位做一些分享的是 在美国法里面 在Generally来看 都是透过因果关系的解释 其实它是有多样的损害赔偿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跟各位提到的 讲损害的时候 我们讲damage的时候 讲damage的时候 其实我们提到了只是说 你说刚才讲的 所谓侵权者所获利益可以理解 但是在权力范围 不管你是采取什么样的方面 尤其是actual damage 在讲损害赔偿的时候 其实在美国法在看这个东西 采取是比较宽松的解释 所以你会发现 有各种各样的损害 都可能列入这个损害赔偿犯言 也就是这些都是 你倾夺别人商标权价值 所产生的一个不利后果 那都有可能要回复原账 让对方能够重回到 没有侵权你可以支配 这个利益的状态 所以再加上我们的 从我们的所谓的侵权 过度到损害赔偿本身 举证对于原告的不利 在证明上的困难的时候 他基本上宽松的去认许了 很多的损害赔偿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来看一下 各位你从这个案子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对方提出了同样是 这个案子有可能是 我们本来有合作的加盟关系 后来加盟期到了 我还继续的使用 你的商标这个现象 所以各位你看 这个叫hold over 等我们讲到 合理权利金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 一二三四可以看出来 除了我们讲的权利金以外 甚至还有什么 甚至各位看第三个 需要去开发新的franchise 什么意思 是有点像是未来损害 就是说今天我不是回复 如果没有你的侵权 搞不好我已经不断的 开展我的未来的版图 因为你的侵权 造成我的版图受制 所以未来我要同样 达到这样的版图的开发 我需要额外的付出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 未来损害的概念 未来损害就是说 我现在虽然没有直接损害 但是我未来的利益 被你现在给阻断了 所以这时候你要赔给我 这样的概念 那当然还有一些 回复原状的更正广告的费用 所以你从这个 他们当然请了专家证人 所提到的这样的 在这个案子的地方 法院就提出这样的一个 对方有提出这样的请求 那这样的请求 那各位你看看 这个也是一样 从这个汉子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更有趣 那今天你侵权之后 你使用我的商标 去做出可替代的 甚至在市场上 草成混淆 无论之余的时候 你本身 比起我是比较具有瑕疵的 也就是相关的器材 跟相关的设备本身 我怀疑未来 隐含的会有产品责任的发生 所以在产品责任发生的时候 我就对未来 我可能的不利益 再回到现实上来看的时候 我有一并请求 所以各位你从这里 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很清楚的 除了你 我们根本提到说 今天你是劣职的 那这个劣职 未来有可能发生火灾 或者是一些 有可能其他进一步的一些责任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本身 要去关注 我在请求损害培养 不能忘 因为你今天 除了替代我的东西 替代后面的结果 可能会侵蚀到 我未来可能要承担 这个产品责任风险 产生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情况 各位看出来 很清楚告诉你 叫Future Product Liability Claim 这里很清楚告诉你 这个东西要折线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发回去 这个案子其实被废弃发回 是因为他认为 地方法院没有算清楚 你要把这个折线值算清楚 所以各位你看下一页 这个Continue这边特别提到 希望原则上是 希望Reduce any future damage to their present value 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一个案例 也就是说 我们商标权 假使有价值 这个价值被侵蚀 背后除了你把我本身 原来要进展的版图给阻断 你还创造我的负担 这个负担 其实我要请你 我要当作损害赔偿 在这个时候向你请求 这是非常有趣的 非常有趣的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也是类似的 我被你侵害之后 我必须要花 因为这个市场 有可能是先战先赢 你可能 你可能因为这个市场 原本不应该 那么快进入市场 但是因为我的关系 你进了市场 进了市场之后 就把我本身的客户 给排阻掉了 给举 为什么 他跟你消费 不跟我消费了 所以在很多的状况底下 的损害赔偿 不是单纯的 你先 尤其是你进来先战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有很多的损害 被你去 被你造成 不是单纯的 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 这样的概念 也特别提到这样的 跟类似刚才的情况之下 的一个观点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考虑到很多 包括一些 你看你一进来之后 我们原来我在市场上 在这个市场上可能竞争非常激烈